Hello 大家好 我沙淳 如果你拥有了一个能实现你一切梦想的机器人 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呢 无知的人还在要金钱 有深度的人已经有了更好的玩法 没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番剧 天降之物 天降之物于2009年播出 距今已经过去15年 但并不妨碍这部番成为了很多人的入宅神作 男主的各种骚骚作更是被评为至神 男主应景之术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普通学生 有梅有房 父母双忙 标准的男主开局 他的青梅每天早上都来叫他一起上学 只不过他还没起 他家陈伯倒是每天都很有礼貌的先和青梅打招呼 而平静的生活在这天被打破 男主在樱花树下遇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粉毛 粉毛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和他签订了契约 并称他为主人 粉毛说他叫伊卡洛斯 是玩赏型天使机器人 就是为了让主人感到愉悦而被制造出来的 他会服从男主的一切指令 男主试着要了点钱 发现愿望真的能被实现后 他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在粉毛的能力加持下 他先是变成了透明人 去青梅家偷看青梅换衣服 之后又在学校里为所欲为 整天体验下来就是一个字 爽 很快男主发现粉毛的能力过于强大 就算他说想毁灭世界 粉毛也能帮他实现 这就有点恐怖了 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三好学生 并不想用粉毛的能力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只能用粉毛的能力 发展一些自己的爱好 他的爱好也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从内到外一本正经 满脑子颜色废掉的色皮罢了 是的毫不掩饰 芒果一枚 从内到外都是一个颜色 上学前粉毛给了男主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可以实现他心中所想 男主刚从心里想完这句话 青梅就不小心摔了一跤 露出了小狗图案的内裤 男主细细品鉴了一番 不合适 小狗图案不合适 他正想着青梅的内裤突然就飞走了 而且更离谱的是 青梅的下半身穿不上任何东西 只要穿就会飞走 男主的学长和学姐帮忙分析 可能是裤子不对 来试试本学长珍藏的兜当幕 青梅试了以后还是不行 粉毛感知到男主遇到了麻烦 直接来到了学校 得知是青梅的内裤危机后 直接账唤了方圆十里内所有的内裤 就连身边的学姐也没能逃脱魔掌 之后学长分析 那张卡片实现了男主心中的想法 那么应该就是青梅穿的内裤不符合男主的口味 所以才被卡片的能力强制剥了下来 只要青梅穿上符合男主心意的内裤 那应该就不会被剥下来了 于是学姐把所有类型的内裤都买了回来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男主充当护花使者 青梅穿不了内裤 那他就誓死守护青梅屁股 之后学姐和粉毛一起帮青梅试内裤 试了很多还是不行 青梅气死了 难道说男主喜欢的其实是真空 还剩下最后一条 这条和青梅之前穿的那条有点类似 青梅本来都不抱希望了 结果竟然穿上了 男主仔细回忆了一下 终于知道了原因 不是带图案的内裤不行 而是小狗不行 因为他小时候曾扒掉青梅的裤子 当时青梅穿的就是小狗图案 而青梅也从那时候起就觉醒了杀人手刀 当时他被追上的非常惨 所以导致他现在看见小狗图案的内裤就应激 本以为内裤事件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之前粉毛召唤过的那些内裤 在完成环绕地球一周后又都飞回到了男主的家里 男主非常感动 内裤常有 裙飞环绕不常有 无被风华正冒正当时 故不可弃而舍之 晨起而欲练 碎曲而倒之 男主当场就被吓尾了 转头一看 原来隔壁的青梅已经收买了粉毛 粉毛给了青梅一张卡片 青梅用这张卡许愿 男主看到的内裤全都会爆炸 正好趁此机会制一制男主的好色皮性 这一刻男主知道他完了 因为那些内裤每一条都被他安排的明明白白 屋子里的被做成了内裤拉花 院子里的被做成了内裤旗子 甚至连粉毛养的宠物西瓜也没能逃脱魔爪 男主现在走到哪都会爆炸 最后他受不了了 一鼓作气冲了出去 出门正好挣到了回来的青梅 男主的脸埋在青梅的群体 虽然他很享受粉白条纹的贴脸洗礼 但他现在还没解除危机 青梅的内裤也炸了 还把青梅炸进了男主的家里 男主冲进去找青梅 结果发现把他制作的超级内裤机器人给放了出来 男主突然就放弃抵抗了 既然都会炸 那还有什么好躲的呢 他要珍惜与内裤温存的最后时光 他要尽情地拥抱自己喜欢的东西 最后内裤机器人炸了 男主的家也炸了 好在青梅人没事 只损失了一条内裤 男主看着青梅的大腿 想起他真空的群体 下面一动已是尊重 在学姐的帮助下 男主的房子被重建 房子是新房子 里面的人也是新人 男主表面纹如老狗 实则内心慌得一披 谁能告诉他 这个吃的心安理得的蓝毛是谁 没错 男主家里又多了个天使机器人 男主以为是粉毛叫来了自己的小姐妹 在家里开party 但粉毛也不清楚状况 他甚至都不认识蓝毛 男主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又被占包了 正好他和朋友们约好一起去海边玩 没办法 只好把蓝毛也带上了 在蓝毛的帮助下 男主还看到了粉毛在水下的行动 很诡异 很离谱 给人一种很无敌的感觉 男主感觉有些不妙 虽说粉毛在水里不会有事 但他希望粉毛在外面能表现得像个普通人 而他越是这样想 他便越是能察觉到粉毛和人类的不同之处 粉毛不用在水里换气 也不用睡觉 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 解决所有找男主麻烦的人 这样的他让男主很不安 男主只希望粉毛能平静地享受生活就好了 他不想粉毛变成电影里的那种人形兵器 最近学姐在镇上举办了个庆典 而庆典中最值得参与的一个项目就是 真人CS 全阵的人都将参与这场生存游戏 最后幸存的人将会获得现金一千万 男主本以为自己身强力壮 绝对是生存游戏中的顶尖人物 结果一回头 老奶奶的枪法比他还准 没办法 奖金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隐藏的狙击手发动了攻击 帮男主解决了危机 男主定睛一看 好小子 平时你能没大眼 人畜无害 现在你躲在树上居老太太 不愧是我的好学长 虽然学长很厉害 但还有更厉害的 粉毛一出手 敌人就少了九成九 男主拦住了还在攻击的粉毛 好了好了 够数了 你闪一边去 现在到我的装杯时刻了 随后蓝毛找到了落单的粉毛 他发现粉毛的能力 记忆 就连感情都被设定了限制保护程序 所以粉毛才像个人偶一样 他告诉粉毛 姐妹 你不是玩赏型 你是战斗毁灭型 你清醒一点 你是可以毁灭世界的大杀器 不是什么冲气娃娃模型机 蓝毛见粉毛 还是不相信 便解除了粉毛的记忆限制程序 曾经的记忆涌入粉毛的脑海 原来他是被称为 空之女王的战斗型天使机器人 真的不是什么玩赏型 而因为记忆的刺激 粉毛身体内的其他限制 也都被强行突破 很快粉毛就完成了自我修复 觉醒成为了空之女王的完全体 并开始攻击蓝毛 蓝毛的实力不如粉毛 但粉毛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攻击蓝毛 他只是想让蓝毛离开 不要打扰他现在的生活 蓝毛打也打不过 当然是选择溜啦 随后蓝毛回到了天上 他的主人是天上人 主人给他下的命令 是把空之女王带回来 所以蓝毛才去到了男主家 但现在他不仅没能把粉毛带回来 还让粉毛觉醒了 属于是任务失败 主人本想把蓝毛销毁 但还是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蓝毛再次回到了男主身边 而粉毛觉醒记忆后 整个人都变得很不安 因为他知道 男主不想他变成人形兵器 但他本身就是人形兵器 粉毛每天都在忧心 自己会不会暴露 而男主则是每天都有一个新想法 男主可以说是行动派的代表了 有了想法必须马上实施 他直接约了大家一起去浴池 但他的想法青梅一清二楚 青梅没收了男主所有卡片 男主崩溃了 看看身体而已 你们这么小气 男主气不过 他找到了学长 超过十岁的男性 就不能进女澡堂了 而已经成熟的我们 更是对女澡堂一无所知 那里说不定隐藏着我们 梦寐以求的新大陆 兄弟 冲了 学长被男主的发言 震撼到了 兄弟拿去 我私藏的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可以让物体 在一段时间内 变成别的东西 希望能帮到你 男主用学长的这张卡片 变成了一个女生 然后 把各种他喜欢的破类 都自己尝试了一遍 甚至在学校里 扮成了猫耳娘 不过他还是没能忘记 自己的主要目的 他以甜梅可人的外表 迅速拿下了青梅 并在放学后 提出要一起去女澡堂 看学姐的眼神 我感觉他已经知晓了一切 男主终于如愿 进入了女澡堂 他的双手已经饥渴难耐了 迫切地需要帮那些 美好的肉体涂上沐浴液 男主在澡堂里 胡作非为 粉毛在外面 检测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看过太多美好的身体 男主的海绵体 一直处于 极度亢奋的状态 终于 他的身体出现了异常 先是以女性的身体 长出了一只水龙头 在学姐拧了他的水龙头后 他的变身术彻底撑不住了 在女澡堂里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青梅苏醒了 练杀时刻 圣诞节到了 青梅和学姐等人 准备在男主家 看圣诞派对 大家都聚在一起 装饰屋子 蓝毛则是被一对 双子天使叫走了 双子告诉蓝毛 他们是主人派来 帮助蓝毛的 先化疗 再舞斗 他俩会协助蓝毛 一起说服粉毛 如果粉毛 还是不愿意和他们回天上 那就只能战斗了 蓝毛同意了二人的建议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主人派双子下来 就是要用武力解决 而且主人也决定了 这件事结束后 就要销毁蓝毛 蓝毛还以为 自己完成这件任务 可以讨主人开心 殊不知 无形的刀 早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粉毛觉察到 蓝毛似乎是摊上事了 他知道 自己如果去找蓝毛 大概是要一去不回了 于是他哭着和男主道了别 从来都不懂感情的天使 终于在这一刻 觉醒了爱意 粉毛转身去找蓝毛 飘落的羽毛 似乎在提醒着男主 他的离去 粉毛找到了蓝毛 但蓝毛还没开口话聊 一旁的双子 就直接来了拨偷袭 粉毛疼麻了 蓝毛人麻了 不是说好先文后武吗 怎么上来就打了 双子健壮也不装了 主人让他们来 是要将粉毛的可辨事 与意回收 至于粉毛是死是活 他们不在乎 眼看着粉毛就要被杀死 蓝毛爆发了力量 帮粉毛来下了这一击 而他的这一举动 也激怒了双子 双子把蓝毛踩在脚下 并撕掉了他的翅膀 看着被折磨的蓝毛 粉毛心疼不已 他启动了空之女王模式 就在此时 男主等人也赶到了现场 粉毛一直隐藏的 大杀器身份彻底暴露了 但男主却丝毫不在意 他的隐瞒 男主只是心疼他 心疼他被人当成杀人工具 不过面对现在这种情况 男主很庆幸 粉毛拥有那样无敌的力量 因为只有这样 蓝毛才能得救 听到男主的话 粉毛再也不掩饰了 他起身和双子战斗了起来 而男主等人 则是想趁机 斩断蓝毛和主人之间的锁链 蓝毛说他的项圈 其实是个炸弹 如果轻易动锁链的话 可能会引发误报 但男主等人都不在乎 几人拿出各种工具 想要斩断锁链 另一边粉毛还在和双子战斗着 看着大家都在为了自己努力 蓝毛心中产生一种 不知名的情绪 他认为 这应该就是幸福吧 最后男主一幅斩断了蓝毛 与其主人的锁链 斩断了他与天上人的连接 粉毛也成功击退了双子 这场战斗赢得漂亮 众人回去的时候 正好把圣诞派对续上了 大家把这一天定为 蓝毛和粉毛的生日 两人就这样一直留在了男主家 蓝毛没有主人后 一下子就失去了人生方向 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应该再去找一个新的主人 他本想去问问男主的想法 而男主此刻的想法是 没错 日子一平静下来 就想重操就业 但女工衣室什么的都是小意思 男主已经看过八百遍了 要玩就玩点刺激的 男主加上朋友们一起去了泳池 但青梅等人早有防备 男主伤心欲绝 无畏热血沸桶 身处泳池盛宴 却不能以女体尽兴 悲也痛也 既然如此 男主也不留情了 那就让我们浪起来 男主让粉毛去控制室 控制了水流的大小 泳池里的水变得非常湍急 很多人的泳衣都被冲掉了 男主就这样在水底欣赏到了绝美的景色 无所谓了 人终究会为自己追求之物献出一生 淹死也值了 但男主最后没被淹死 而是差点被青梅打死 渐渐的蓝毛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他向粉毛吐露真心 他想一直留在这里 但如果他留下来的话 可能会抢走男主 不知道粉毛会不会介意 这些对于粉毛来说都无所谓 因为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 男主永远都是他的主人 完结 扫花 以上就是天降之物第一季的内容了 这部番被称为神作确实是有原因的 有福利 有搞笑 也有温情催泪的感情 而且一集一个异地 制作组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 剧情和制作放到现在来说 也是可以秒杀大部分番剧 怪不得现在一看到烂番 脑瓜子嗡嗡的 原来是小时候吃的太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记得订阅我 点亮小铃铛哦 爱你们